初中生成立玩手机 家长该怎么办 手机挺好玩的 但是它也消耗很多碎片化的时间 家长可能这个时候 你可能见入太子了 人类必须得 在多个爱好之间 他必须得找到一个强爱好 期待其他的弱爱好 我父母培养了 我喜欢读书的一个气氛 我生活在一个教室的家庭 然后我家 所有地方都是书 我可以到我的学校图书馆借很多书 我有这个特权 因为我是教室子弟 我可以随便的借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培养了一个强爱好 任何一个强爱好 都会占用大多的时间 所以呢 如果你的孩子成立于手机 你拨打他手机是没有用的 这不是一个资本的办法 你得培养他一个强爱好 比如说他要喜欢音乐 送他去学音乐 他要喜欢任何一个门类的爱好 因为任何门类的爱好 一旦研究下去 他都要发挥大量的时间 他现在是没有爱好 结果就成立于手机之上了 所以你作为家长 你的根本只是给你的孩子 赋予一个强爱好 引导他有一个强烈的正向的兴趣 比如说读书 比如说去玩音乐 不管是干什么 总是比玩手机好 只要他对一个师傅培养起来 一个兴趣之后呢 这个兴趣自然会占据他的太多时间 他就根本没有机会玩手机了 谢谢